周五22日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冬至 不少人都已经准备好要吃汤圆了 对此命理师柯伯成表示 今年的冬至是在12月22日上午11时27分09秒交结器 建议当天可以做六件事开运 不仅能够祈求凡事圆满 还有机会脱单 柯伯成分享今年冬至因为在午时交结器 时间方便的人建议在下午13时以前的午休时间打个盹 甚至闭目养神都可以 只要有15分钟就可以保养元气 让冬至一阳来伏的纯阳之气开运整个冬天 状况不许可折 当日晚上最晚11点就要救济 晚子时进入深层睡眠最佳 不好睡者最起码也要强迫自己 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 至少15分钟以上 柯伯成指出台湾的冬至汤圆一定要吃两色双树 汤圆传统有梅包馅的红白两色 象征了阴阳交接 红白汤圆分别代表金与银 两种汤圆都吃才能包金包银 如果是吃包馅的大汤圆得吃双树 才不会落单 吃猪脚面线严寿 出晦气也是台湾民俗在冬至的开运食物 如果过去一年甚不如意 冬至这一天来碗猪脚面线 象征坏运过境 好运来 若是吃素 比较建议单纯吃碗素面线 能让坏运过境 开运效果并不比猪脚面线差 柯伯成透露冬至因为有过年之意 若要祈求姻缘桃花 却错过中秋拜月老 可以在当天去月老庙拜拜 供品可用双树的红白两色汤圆 或是双树的马蜀 象征双双对对 不方便到月老庙的 也可以到城隍庙拜城隍夫人求姻缘 柯伯成特别提醒今年冬至不一样 由于2024贾成年起 会由北极玄天上帝开始掌天盘 过去事业不顺 年底面临裁员减薪 或是从事业务要充业绩的人 当天一定要去玄天上帝庙上香祈福